體送吃飯 老哥, 你別欺負我的記性 上星期我們不是做了一個帶子嗎? 今星期是油帶子 糟糕, 不會欺負 今星期做個魚湯, 浸帶子庫 帶子庫? 對, 好像魚庫, 但用帶子來做 這樣就高手了 怎樣做? 我們首先拿魚湯 這是魚湯帶子庫 用什麼魚? 這次拿了鯪魚, 先熬湯底 但我們不是用這件來煎 用鑊在蒸兩條的鯪魚 拿魚湯, 最好先把鯪魚蒸淋 然後才煎, 效果比較好 我先拿出來 怕不怕熱? 不怕… 你很厲害 何時怕熱火? 保哥 帶子的味道是否配鯪魚是最好的? 帶子…其實鯪魚煲出來的湯 也很漂亮 蒸完再煎, 奶白色會比較漂亮 而且保哥切到一塊塊 對, 只是蒸, 也排得這麼漂亮 你家一會偷偷喝掉 很香, 我還以為用燕繩… 放少許油在鑊裡 剛才是否還未全熟? 小心, 大王 但保哥, 為何要切開一塊 不直接就這樣兩條放在這裡? 切開一塊, 要快點熟 要快點熟, 要快點熟 我們目的是把鯪魚煎得很爛 很爛 是嗎? 精華出來了 保哥, 有一樣想請教 因為你好像經過兩個烹調方法 才令魚逼出魚湯 是 這種做法可以用一條生煎的鯪魚 煎熟, 再煎出來的湯有不同嗎? 有不同 如果生煎的鯪魚, 沒那麼奶白色 就算生煎到, 也要在鍋裡煎到破爛了 是否什麼魚都可以用烹調方法 逼出那個香的魚汁呢? 基本上也是, 用梳羅魚的好鹽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煎 好, 完全不沾底了 是 準備撞熱水進去 撞熱水, 先撞一個湯壺 在旁邊撞, 好 一點點 對, 接著我們… 已經起白了? 對, 馬上先起一層 如果一次全倒進去 雖然滲水得好 沒那麼漂亮 接著呢? 接著再來第二針 這次多了 這次也有一瓶, 一瓶多了 好笑 當然 原來魚湯是這樣做, 養意識料 不是, 是漂亮的魚湯是這樣做 我通常用現成, 沒試過這樣做 沒有這樣做 沒有, 一定會由原材料開始做 對, 是不是又來一瓶嗎? 可以一次過了 這麼多嗎? 對 可以, 加這麼多水嗎? 全部倒進去就行了 是嗎? 對… 可以嗎? 可以, 再全部倒進去 稍後拿了… 讓魚湯慢慢收起來 稍稍稍稍稍稍 對… 這個魚湯很白色 寶哥, 下一步驟是甚麼 我看過魚水還保持在這裡 魚水現在倒進去, 別浪費 更加香濃 這就是精華 真棒 再蓋上去… 對, 再煮三個字左右 三個字好 三個字, 還是大火 如果蒸過的鯪魚 三個字就出味道了 如果還沒蒸過, 要煮半小時 魚湯有了 魚湯有了 帶子褲 對 褲現在出場了 新鮮的刺身級帶子 我們就回來撕去泡 你做魚褲而已 誰用刺身級帶子嗎? 會鮮的… 還有腰 也不用加上那顆東西 就是了 然後我們… 待會用好的湯喝 我們放進去 慢慢放 對 這裡八隻 加少許蛋白 少許一湯匙夠嗎? 夠… 一湯匙的蛋白 對, 讓帶子… 待會打的時候, 打得動為止 即是不讓它滑一點 是打動的 在這裡提醒大家 我們處理帶子之前 先把帶子放進雪櫃 讓它冷一點 待會打的時候, 它會產生高溫 這樣就不會令帶子過高溫 它會煮熟了 對 即是打這個樣子… 放進去 現在我們將… 蛋白 蛋白 其餘的蛋白 倒進去 這裡有多少隻蛋白 對 這裡有四隻蛋 寶哥, 我們這些平民百姓 真的捨不得用刺身級帶子來打爛 好了, 完成了 其實它會打至起膠嗎 會, 現在起膠了 所以就要打久一點 對 不是, 打得混合也好 因為蛋白一高速之下 它也變成… 像沙律醬 對 像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加蛋白 你加水的永遠都打得很稀 加水… 但蛋白是會結到稠 還有, 隨時拿出來打 對… 打出來就是這樣, 寶哥 對, 打出來就變成忌廉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鹽和生粉 少一點 水醃一醃 對 我記得寶哥說過 其實海鮮醃是用蛋白, 別用水 所以現在就適合了, 是蛋白 對… 因為我們把水吸乾, 再加水 其實不… 自分自分 不合邏輯, 對 好, 現在把這個鹽再拌進去 令它有微底 生粉呢? 生粉令它再起膠質 待會再做下一個步驟 有時候會起得更漂亮 還是現在已經起膠呢? 你看到現在開始有歐了 已經像漿糊一樣? 對 實在很多, 剛才比較稀 對… 這樣要攪拌多久? 攪拌半分就可以了 半分嗎? 是 好, 接著我們先放在哪兒 好 魚湯, 差一點時間 我們先撕青瓜 看看… 很漂亮… 真的很白, 觀眾看到了 很漂亮 你看到, 白的濃度 不要動, 簡直是奶 不是奶白色, 是奶一樣 好, 接著我們先切剩青瓜 我們用滾刀髮切 好 其實魚湯配合青瓜真的很配 對… 好, 大王, 我們來夾魚湯 好, 補哥, 是這個嗎? 對, 大王 怎樣配合? 對, 麻煩你幫我拿著鑊蓋 我幫你拿著鑊蓋 對, 怎樣? 就是我們… 這樣沒機會 對 謝謝你 謝謝 湯很漂亮 對 大家留意, 乾淨得不得了 甚麼雜質都不見了 記住, 壓一壓, 不要浪費 對, 壓一壓, 不要浪費 真的 真的 你這樣壓一壓, 壓了很多 這個一半 對 湯真的很漂亮 對 我現在知道, 原來這樣煎湯 才煎得這麼棒 對, 我以往以為就這樣煎就行了 對 好, 這個大指腐 現在開始處理了 我不擠魚蛋擠發 我就用匙羹塗進去 好像蝦、蝦膠 蝦、蝦、蝦、蝦 剛剛大王做了一件很適合 就是把火口關小 一下去的時候, 不能太高溫 為甚麼 太高溫, 帶子腐變回帶子 看看怎麼做 拼一下 拼一下 放進去 對 拼一下 池筋又不用用油 又不用煎水 每次蘸魚湯, 然後拿出來 對 對, 那就不會黏著匙羹 不會黏著 對 好像我們在街邊吃這個… 山菜魚… 山菜魚肉 那就已經可以定型了 對 你們不要浪費, 寶哥 不要浪費 多做一口 開中火, 讓它多浸一點 這樣, 真的不懂得看 你已經將它做成一個帶子褲 是 外表浸久和不浸久, 差不多 我不知道它怎樣才會變熟 如果變熟了, 顏色會變白 現在還有一點粉 現在這個就生了 這顆就白, 這顆就熟了 我看到 拼出來看看 對 這顆薄, 不是這顆… 拼出來看這個熟, 哪個是粉 這個生… 哪個生, 這個 對… 大家拼一拼 這個還有一點粉 心有少許透明 這個就全白了 就是魚肉一樣嗎 魚肉一樣, 像潮汁魚蛋一樣 好… 現在差不多有六、七成熟了 大師傅, 接著我們先撈起 六、七成而已 六、七成就好了, 對 如果再熟下去, 變成老了 很冷的 對… 像很彈牙一樣 好, 這樣 備用 接著我們加少許鹽在魚湯上 準備煮聖瓜了 煮聖瓜, 對 這個小雲耳 我會用新鮮的雲耳 特事前已經有啡水 我們倒進去 要不要加火 要加火… 好, 聖瓜倒進去 好 好 這個又要煮多久 這個煮熟就可以了 是, 準備了一些薑片 薑片配魚湯, 很配合 你剛才知道有很多薑, 還要加薑 那些是老薑, 全老了 這些是生薑? 這些是新鮮的 寶哥, 如果不喜歡薑味的話 這個位置可不可以不加薑嗎 絕對可以 寶哥 是 如果我不喜歡的聖瓜味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不加 你加青瓜就不要吃了 寶哥, 我喜歡加烏冬 是否可以加上? 是, 我可以 其實烏冬真的可以 不然烏冬真的夠 不, 來來往往很隨意 不在鮮的, 可以 最主要是帶子褲的手法 要加多一點蛋白 然後不高出機, 打開 好, 接著我們將這些配料 然後把鍋子串在鍋子裡 好, 對 準備串在鍋子裡, 準備 很香 剛剛好 對, 份量剛剛好 加慢火… 然後我們加杞子 要關火嗎 關小一點… 然後蔥段 全部加了… 蔥段 全部加了, 好嗎 好, 我很喜歡很多蔥段 這個要加芫荽 芫荽也要 好, 這個魚湯 這個魚湯不得了 你加了這一鍋就已經吃了 不用加大芝褲了 對, 大芝褲… 好, 來吧, 加大芝褲 好, 現在大芝褲放在表面 是 好, 開大火 太好了 滾至最後兩、三成 剛才是六、七成而已 對, 滾至兩、三成 這個真棒 這個臘抽吃簡直一流 這個菜, 你看起來真的有點像 潮州魚蛋糕 是 真的很像, 不過這個咬下去 完全兩回事 我特別是帶子褲 對… 有一次試 你聞一下香味, 它不是魚蛋味 它聞起來是一種很鮮的海產味 好, 滾了 完成… 這個魚湯浸帶子褲 希望大家喜歡 好, 希望大家喜歡 好, 希望大家喜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